诶 可是左脚出来了呗 第一次的学玩滑板 就是这样子转 今天真是很热的一天 33度应该有 非常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Putrajaya Challenger Park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来培养新爱好 要来挑战我人生中 第一次的学玩滑板 你帅了啦 你什么新爱好啦 我真的需要学爱好的 贪新鲜就贪新鲜 我真的需要学 为什么我会突然来学滑板呢 不懂你们还记不记得 以前在ZingAgeat 我一个旧同事叫做7Y 自从他开始上演完滑板之后 他就一直去下毒身边的朋友 一直去下毒我 前前后后哦 还越了我五六次 然后被我拒绝了五六次 然后今天我觉得我是逃不过了 所以就自动送上门来学了 所以今天的目标呢 就是end of the day 我可以自己独立滑一小段 就算是成功啦 毕竟我都没没记着 就是从这边可以录到这边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厉害了 这样子真的很厉害了 很难一下 那因为学滑板会有很多动作嘛 然后你还要在板上面移动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集Vlog instead of相机 我就会用 哪来 登登 这个Insta360最新的运动相机 刚刚发布的 Insta360 X3 来拍一些画面 那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GoPro啊 或者是我之前拍的那个DJI Action Cam 这个Insta360就会比较少人知道 其实它真的很好用 它是一个可以拍到360度全景的运动相机 它可以拍到一些不寻常的画面 比如说这样 然后再配合官方的隐形自拍棒 还可以拍出模拟第三人称的自拍画面 比如这样 而且它也防震防尘支持10米的防水功能 如果你们是有follow我的话 应该都知道我是有上一代他的哥哥 我还带来一听吗 Insta360 ONE X2 那来到X3到底还有什么新的升级呢 最大的分别就是机身上这个2.29寸的touch screen啊 比起上一代的ONE X2感觉大了两三倍耶 另外正面下方多了两个实体按键 左边的是Record 右边的就是模式切换 机身右边电源键下方多了一个Q键 有点像是相机上面的Profile shortcut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使用习惯和需求 来做好setting 以后根据场景一键切换 更多硬件规格可以看对比图 我感觉我好像看到他们了 远处的小小人头 一台运动相机好不好用呢 其实我总结出了三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拍摄画质 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抖好不好 第三个就是麦克风 那总结出一二三点的话 等一下我觉得最好就是尽量用它来直接拍给你们看 看看它的表现是怎样 那你看到上面这边写着Shot on Insta360 X3的时候 你就知道全部都是用它来拍的 OK GO 我来赴约了 耶 哦hellohello hellohello 诶 起歪 就是它 就是这个 那只是黑莎手机 喂 我们觉得这个跟我们想象中的Skateboard有点不同 像那个有人白色一封用着 那个叫Skateboard 像这个是陆地冲的版 这个叫Surf Skate OK 请问要怎么开始 呃 首先呢 要先找一找你的哪一个是你的前脚 然后你向前 铺刀 呃 诶 可是左脚出来了呗 试看 再试多一次 诶 左脚出来了呗 只要你做到完美自己走 就60% 这样快的吗 很快的啊 其实的40%你看到吗那边 蛤 就是玩那种啦 看到吗 是吗是吗 我到下早就没有接受 哈哈哈 其位跟我讲 只要会玩Beam 就会玩滑板 我发现Beam是有扶手的 滑板的 然后你现在会了滑板周啦 你就玩过一遍嘛 真的吗 你又这么有个扶手在这 你又怎么不适用我脚这样子的 所以就不需要啦 啊对 还要帮 而且这个不要环保 不用电池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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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OK 不要感觉不要感觉 姐 为什么他在转圈 蛤 你一直这样子施力 你看他就 他就一直转弯 对对对对对 他就一直这样转 对 我我的 所以你啊 所以这个盘刚好中间有一条线 你要跟着他 然后应该 就是你照顾 你看他就不会转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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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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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来 再进去另外一段 脚就是大扣一点 OK OK 不开不开 OK OK 没事没事 你刚刚kip的架子 你已经不会不开 OK 下来 你再看后面 哇 你上那边要拔过来 呀 这很高的哦 看来不是什么意思啊 OK 你现在是连你 已经unlock了50%了 接下来这个东西 如果你学会了 已经是90%了 然后 down kill 看有这样的吗 前面的脚 哇哇哦 然后一直走又走又踩 我学会了哦 学了一点点 下10分钟 还有90%了 还有10% 哇 很快耶 是不是我有天分 今天的挑战就是自己 绕完一圈 喂 我的滑板 小心开心 看他李老师给我们露威啬 所以刚才的全部画面 都是用他原装本身的 internal mic来收音的 我没有另外装 mic啊 就是整个这样子拿着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子拍啊 因为他前后左右都有 这个降噪麦克风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收音是OK的 Insta360 X3的flow state 防抖技术 我个人觉得比上一代 有一定的提升 强大的防震算法 可以自动达到类似于 云台的效果 加上也支持下了 全景水平 校正技术 无论你怎样翻转 旋转 自转 拍摄画面 始终保持在水平线上的哦 其实我刚才靠回那个 footage Gateboard其实是对它来讲是很热热水平 因为它真的是很防抖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 try那种越野电单车啊 water rafting那种啊 我觉得这个能够try到它真正防抖 因为这个我觉得它太平 太稳了 Insta360好玩的地方哦 就是它跟一般的运动相机是不同的 为什么呢 它可以拍到360度全景 比如说你要出门买东西 拍个vlog 或者是今天我学滑板 我们会一直动来动去的嘛 你用了这个Insta360 你完全不用担心 你有没有拍到我的表情 你有没有拍到我的脸 你也不用adjust什么角度的 因为它是什么鬼 都一次都拍完下来 后期去剪接出来了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跟奇外讲话 我可以做一个画面转移的方式 也可以做镜头角度切换的方式来呈现 再一来哦 那个画面的丰富性就更高了哦 而且呈现的方式的弹性度也更大了 其实Insta360它还有很多配件 全部是可以搭配着玩拍出不同 pattern的那种好玩的玩法 其中最特别我觉得是这个 Bullet Time 你就这样子转上去 OK 转几个之后拉出来 就是这样子转 这个太丢人了吧这个动作 你现在去帮我Fing一下 我们交给师傅去做这种高危险的动作 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啊啊 哈哈啊啊啊啊啊啊是 Auf 所以细腻度更高了之余 最终效果也因为更高升率 变到比以前更加湿滑了 那除了360度全场景的拍摄方式以外 X-Ray也能够一键切换到4K单镜头模式 配合这个2.29寸的大屏幕 其实用起来真的很像手机的自拍镜头这样 但是广角范围更大 画面就更清晰 另外X-Ray也新加入了一个HDR模式 不但能够保持高光和阴影的细节 同时可以呈现更好看的视觉效果 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出来 我看到我可以触TN skateboard之外 其实也可以看到Insta360 X3 它的画质表现 个人我觉得它表现有点超出我一向来 对于运动相机的看法 可是你说它能不能比相机拍得好 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论可玩性论方便度 我觉得远远比相机或者是手机好 除了拍Vlog 拍影片用之外 Insta360 X3用来拍照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它配置好更大的F1.9光圈 镜头还有1 over 2寸的感光元件 所以不但可以拍摄高达72MP的全场景照片 更厉害的是它 可以拍的Timelapse 不是4K 不是6K 而是STARCARE解析度的全景Timelapse 至于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后期剪接部分 除了有电脑版Insta360 Studio之外 iPhone跟Android都可以下载到Insta360的App 直接在App里面Edit都可以 反正就是很简单 你快速配对了之后 然后你就寻找你要的素材 然后下载下来 然后直接Edit 然后就可以上传了 最后最后讲一下Skateboard初体验有什么感想 个人觉得Skateboard这个东西 你要学会其实不是太难 最难的是你要学紧 因为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技巧 你要利用身体的律动 还有协调性去完成的 所以就是好像你平时玩Skateboard啊 你玩直排轮啊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用整个身体去Balance它 所以如果Balancing比较差的 我觉得会比较吃亏啦 至于会不会再继续来玩呢 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我觉得它挺好玩的 就是你看上面 自己去控制左右的感觉有点爽 而且 什么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但是很开心可以培养到一个新的爱好 然后希望接下来可以慢慢去学会它 然后每个礼拜坚持完一次 一次就好了 然后找七位来玩 好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